MD-07 侧后仪由德国 Etage有限公司制造 其主要功能是顾客买车、选车时检测车身所有金属部位是否因发生过事故而被重新整修过 借助于MD-07 仪器的帮助,仅需几秒钟就可以显示喷漆厚度差异 然后就可以帮您确定车辆是否被整修过或被重新喷过漆 仪器造型独特,它不仅是您买车时的必备工具,更是您送给亲朋好友的理想礼物 除了这些之外,仪器还拥有背光显示功能 一套完整的MD-07产品包括 包装盒 用于存放保护仪器和支架的背包 两份详细说明书,一份为英语,一份为德语 其他语言的说明书在我们的网站也可以找到 4节7号电池 MD-07拥有独特的设计造型 MD-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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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10 十字螺絲刀 一系校准配套 两个用于校准的垫片 材质为黑色金属 材质为有色金属 以及102微米的标准校准垫片 使用仪器前需先安装好电池 用螺丝刀打开电池盒 安装电池 然后关上电池盒 按下传感器打开仪器 按下这个按钮的同时被光灯打开 在黑暗的环境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读数 同时这个按钮是在米和微米之间转换的开关 转换时需保持按钮为按下状态 直到显示屏不出现另一个测量单位为止 Reset按键可以自动调整仪器 还原至出厂设置 只需按下Reset键 看到显示屏上出现0000 调整到出厂设置状态即可准确测量汽车喷漆厚度的差异 为了检验仪器显示的准确性 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一套调整器材 使用CEL按钮调整标准厚度 我们的标准厚度为102微米 也就是汽车喷漆平均厚度 先从两片垫片中取出一片 例如黑色金属垫片 校准前先取下校准垫片的白色保护膜 准备好校准片 按下传感器打开仪器 按下并保持CEL键直到听不见信号音 屏幕上显示2拖1 CEL信号闪烁 将仪器传感器正好贴在金属校准垫片没有覆盖的一面 等待一会儿 直到听到第二个信号音 屏幕上出现2拖2 然后拿开仪器 仪器自动脱离表面 把厚度为102微米的标准塑料片 放到金属校准垫片没有覆盖的一面 使仪器传感器紧贴校准片 等待一会儿 直到听见两个信号声 屏幕上出现102微米 然后拿开仪器 这个过程中 仪器自动脱落标准厚度片102微米 并退出校准模式 使用有色金属垫片重复这个校准过程 之后仪器就校准完毕 现在我们来检验一下 校准垫片上没有覆盖时的显示准确性 这时候我们看到读数为0 然后把校准片放到校准垫片上 并在仪器上贴上校准片 屏幕上显示102读数 与校准垫片的标准厚度相差为正负2微米 符合误差值在正负3%以内 使仪器紧贴油漆表面 仪器将自动打开 显示屏上出现测量厚度 即为车身当前部位的金属厚度 仪器在停止使用后60秒内自动关闭 购买Itari有限公司的仪器 您可以放心 绝对是质量有保障 性能优异的可靠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